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雷人投顾杨天迪 今天是10月31号礼拜五 那台股在今天是直接跳低啊 那为什么直接跳低台积电啊 直接开低开低下来 然后基本上就是台积电影响的指数 其实今天的台积电还跌了2.84个百分点 好 你们看一下它大概跌了7块半 影响了大概70点 不过我们看到今天大盘呢 却是你看大盘只跌30点嘛 29.8对跌30点 所以其实今天有很多股票是往上跑 但是往上跑的股票有几个重点 一个是来自于金融股 我看到尾盘有一些拉抬的动作 第二部分是在低价股身上 好 那比如说低价股最近的走势非常强 2368的金像电创新高 好的股价再创新高 你看那个走势就知道 这一段一路上来 到现在都没有出现正式的回档都没有 那除了金像电之外 最近也开始慢慢串出一些 类似这样的股票 2425的乘起 有没有 最近的股价走势很妙啊 都是连续长红棒 有一口气把你涨到天啊 就一口气涨完为止啊 今天拉回我不知道有没有结束 但至少他最近的走势是这样往上走 还有呢 又串起一支叫6278的台表科 我去查了一下基本面没有任何利基啊 他是印刷电路板里面的 归纳为所谓PCB里面 就是表面粘着的技术 而这个技术不是很高的一个技术 所以相对来讲 他的股价一直没有办法上来 最近的走势就往上走 这叫筹码站 最近有一些低位阶跟低价的股票 有一些筹码锁定之后往上跑 那金像店我还说得出理由 那陈其伟也说不出理由 金像店我说得出理由 至少他转亏为赢 至少他转亏为赢 那所以往上走 那当然光一个转亏为赢 金像店就能够往上跑 那也没有办法了 就是最近都是筹码站 所以筹码站里面来看的话 低位阶低价的股票就容易往上走 对吧 那当然我们在选股的过程当中 我是比较偏基本面去选 那所以我在选的时候 我会比较利用 就是财报的部分表现 你至少要让我知道 你为什么会涨 比如说三绿三升 那我们选择的见准就是这样 然后到今天我的见准也创新高 有没有 虽然不是很强 也是红棒嘛 我们在这一天买的 45到45块半 从45到今天的 就算45块半 到今天的50块10% 大概10%左右 那相对来讲 为什么会去选他 三绿三升 好 三绿三升 然后股价的部分 经过了一个修 这个整理有没有 三个月 沿着季线在那边整理 整理完之后 我觉得他转强的动作出来了 我就进去了 那我就进去 然后运气不错 就往上跑 就往上跑 所以我们在45块买的这个见准 来到了 今天来到了50块3 好 最近我的选股大概会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所谓的 低位阶 主底旗 入旺季 叫低底旺 这三个方向 所以你看 虽然他这个位阶不算 你说他高吗 其实我把你缩小来看 也不是很高 他从高档是摔下来 高档摔下来之后 在这边整理了三个月 整理了三个月 那相对来讲的话 那么也算低位接了 但至少还有主底的动作 好 你不要单 单日的往下掉 那个我不敢接了 你主底之后 然后你三绿三生 第二期财报 忧郁一期 我就进来 那最近呢 法人进来了 有没有 昨天的投信 昨天投信进来给我买了1000张 很妙 有没有 这边 投信在这一天给我买了1000张 买了1000张 前天什么 外资大买2000张 我买这一天 我在LINE上面推荐的也是这一天 对吧 我们在LINE上有推荐 我买完之后有推荐给你 那我当时写的倒也不是很 因为我不 基本面的部分 我们知道就是三绿三生 然后我用了一个 这个存货周转率 跟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 来跟你分享 就是说我发现他并没有筛货的问题 没有筛货问题 我觉得你这个转强就有可能是真正的转强 就财报的部分就可能是真的 所以如果是真的 那我就敢买 好 这是买见准的关键 那从45块来到了50块 当然像这样股票 有没有未来越来越多 好 越来越多 这个越来越多 我们刚才不是谈到了吗 2368的这个金像电 然后2425的这个乘起 6278的台表科 到我们的2421的见准 有没有 越来越多 这种低底旺的股票 至少你低基期 跟这个低位阶跟主底期我们要 那后面他的股价走势就会往上走 这一部分我会帮你挑 好 那我最近的一个布局会往这个方向走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大盘为什么掉下来 我刚才谈到这个大盘虽然跌下来 我今天没有量 最后一盘的240亿的成交量不对 那个是MSCI的一个权重的调整 所以这一部分拿掉 拿掉之后今天成交量大概只有1000亿左右 好 所以今天是没有量 那没有量会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下周也不会有量 下周也不太会有量 所以那所谓不太会有量指的是什么 因为川普 好目前就是川普准备打算要对中国的 这个2000亿的一个进口商品 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要科增 那个25%的关税 你记不记得 本来是10%要提高到25% 好那这一部分川普在昨天又说了一次 所以造成美股杀下来嘛 好川普又说了一次 那这个公厅会会到9月6号结束 所以相对来讲9月6号结束之后 那川普的这个希望 在针对中国的一个商品加税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当然全球的大咖会稍微休息一下 会看一下 不过我认为 我认为如果下礼拜到9月6号之前 都是那样说的情况之下的话 或许不太容易有太大的一个表现了 就高价股的部分不容易有太多表现 我为什么谈到高价股 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成交量其实是成交值 对吧 成交量是成交值 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们在跟你谈成交量的时候 我跟你讲今天是1200亿嘛 不是1200张对吧 我们一般讲的成交量是指 多少张多少张多少张 那大盘的成交量 我们是用值来看就成交值 这什么值1200亿叫值嘛 所以这个值的概念就是 股价去乘以你的成交张数 它就变成值的概念 所以这一部分来看的话就变成 我们的高价股会稍微弱一点 所以盘面的结构如果成交量 大盘的成交量萎缩的话 那它会比较偏向低价股会表现 你先了解到这个概念 对下礼拜是低价股表现 那刚好趁大盘在最近这些大咖 就是喜欢玩高价股的大咖 会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他会看这个9月6号之前 这个川普的这个 这个科关税的贸易战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认为 9月6号就算美国针对中国的 2000亿的一个商品 2000亿美元的商品 科了这个25%的关税 应该会是利空出境 应该会是利空 因为股价的一个走势 我们应该这样讲 股价最怕是不确定的因素 好我们不确定你到底要不要科 不科不科这个25% 你还是科你原先的10%的话 那OK那股价单往上跑 那就算你科了25% 因为最近的部分来看大咖休息了 他会等你确定科了25%之后 很可能就利空出境 开低就往上走 开低走高 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大咖大概就是等你开低下来之后 他才进去买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利空出境的可能性很高 即使科了25% 这是一个我的判断 所以下周的部分 在9月6号之前大概就是 台股就是震荡 好也不太容易大涨 因为大咖没进来 所以也不太容易大涨震荡 那震荡的格局当中 低底旺 就低低位阶 竹底旗入旺季 这三个条件符合的个股 他就会颤出来 所以 你看见者就是这样 三绿三升 好然后这个低位阶 竹底旗 他是不是在竹底 对啊在竹底 一直在竹底的格局当中 好那竹底的三个月之后 喷出来 像我们选择的2353的红基也一样 我24块8买的红基 我买在这一天 昨天的高点来到26块 那很可惜被他杀回来 可是你们有发现即使他杀回来 这两天的外资都大买超过6000张 那有可能他筹码会稳定嘛 所以今天来到25块7 那我们大概赚9毛钱 好就24块8到25块7 我们大概赚9毛钱 那赚9毛钱虽然不多 一块钱大概是3%多将近4% 所以我们大概赚3%多 3%半左右 但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如果买的够低 你就不怕他昨天的震荡 有没有 我们尝试是这样 我记得我3月1号在买华星科88块的时候 华星科在涨到我110几的时候 将近120也出现了大震荡 也出现大震荡 那如果我买在90块 我当然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买88块 我就稍微看一下 但是如果你买在115 你会怎么样 你会被他洗掉 有可能被他洗掉 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个关键点 如果我买在低位接的 我就不怕你嘛 同样的逻辑 我买在低位接的 我就不怕你嘛 我就不怕你的震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所以我想 这些股票越来越多 我刚才谈到越来越多 那有很多股票会起来 那我们把它挑出来就好 好 那我开始下个结论 那这个大盘的架构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 其实今天的被动元件是休息的 被动元件是大咖的一个操作的一个 一个族群 那被动元件今天休息 好 那我们就看龙头 今天的国具你看 它的振幅在哪里 振幅只有1.72% 所以你当充很难做了 好高低一点就1.72个百分点 所以你不可能买最低 不可能卖最高 就算你买最低卖最高 你也只赚1.72%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 如果你掐头去尾 你可能没什么赚钱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的国具没什么在尾盘 没有什么沙盘 也就是当充的量 可能当充的比例会下降 如果有当充它会卖掉 基本上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当充量 所以如果国具没什么大的当充量 它的股价的正幅越来越小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件事情 它股价正幅越来越小之后 它没有再下跌了 有没有 尾盘还被打 我本来收在702 尾盘还被打有没有 还被打 那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一个关键 就等于说 目前来看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基本上会出现一个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我们称之为 盘面的结构当中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有机会嘛 好 我认为有机会 也就是换句话说 现阶段来看的话 那基本上 大咖虽然是在休息的 但至少 它没有太大的一个沙盘动作 好 那我们就从低价来突围 所以我跟你谈到了 我们买进了3090的一个日电帽 有没有 我买了73块半 今天最低还打到我的成本73块6 我们的成本 平均成本在73块半到73块6 收盘75块4 有没有 这些低价位的股票 会慢慢慢慢的串出来 好 当然日电帽也是三绿三生的概念 所以我想 不管如何现阶段来看 有一些好的标的 那我们就从低位阶的架构上去找 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找到 见准 找到宏基 找到像日电帽 这一类的标的 那还有哪些呢 好 我口袋还有名单 那 今天有个好消息 就是我打算在周末的时候 我写一份台股的赢家攻略 那这一部分来讲 我大概会针对 矽晶元跟 这个被动元件它的产业面 跟各位分享一下 未来的他们的一个走向如何 然后 那么再根据所谓的低位阶 主底旗入旺季 这个低底旺 这三个方向 我帮各位挑出一些好标的 我正在看的标的 我可以挑出来给你 好 那也欢迎各位可以这个 利用下礼拜震荡的时候可以进场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一旦起来 我们买在第一时间 你是不是就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我想 当然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下礼拜一定会震荡 那这种震荡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只要找到那个 你先把标的选出来 那时间到了 或者它的买盘增强了 你就进来 那进来之后 我们就买在第一档 买在第一档才能忍受它的稍微的震荡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从见准就已经知道 所以我想未来的走势大概下礼拜 在9月6号之前大概都是这样 就低位接这个主底旗的股票 会有一些低价的股票 它会有些往上走 那这一部分我帮你挑出来 那要送给你 但是欢迎各位先加入我的LINE A群组 成为好朋友之后 我再把它送给 就在上面点选 来做索取的动作 台股赢家攻略 滴滴旺好 这些的好的标的 潜力的个股 我挑出来送给各位 先接受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